OK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Google雲端一點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叫做線帳錶單 老師有沒有做過這個線帳問卷 有時候要做那個線帳測驗 那麼其實它有一個 它事實上就是eSale 講白的就是eSale 可是它就把它做成比較特殊 所以在多數的情形下應該都還蠻適用的 比如說當然也許你要比較複雜的 可能你要找其他的那種專業的就是專門做 比如說你要可能博碩式的那種調查 那比較複雜的問卷調查 也許它不見得適合 但是一般性的它都還夠 比如說像我在這邊有一個 好 昨天找一個那個蛋漿的 好 他們有這個問卷調查 那這裡是不是有一些基本資料要填對不對 那麼最大的好處它 表單它等於是eSale 所以你人家在線上報名完了 你的統計是不是就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eSale反而就有這個功能嘛 所以很簡單喔 那你看像基本的這個啊 我們可以從這邊 您進到這個雲端硬碟之後呢 在這裡建立 有沒有 資料角是從這裡建立的 剛剛忘記跟各位講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表單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那一進來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樣式讓你去選 讓你去挑 你可以從這個樣式裡面挑 你挑你比較喜歡的 以前比較多 現在比較少 不過其實我想還好啦 這個沒有什麼差點 好 假設我就用最簡單的 就用現在這個 按確定 好 你一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針對你的表單的部分 先做一個基本的說明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是做這個 這個 好 這個隨便啦 這個應該就還好 基本的說明 好 弄好了 那就開始問啦 對不對 好 你的基本的問題 那你可以去區分 它還可以做區塊 比如說這個是個人基本資料的部分 它就可以來這邊叫做新增 你看這裡有沒有區段標題 如果你有分不同區塊的話 比如說基本資料是一個區塊 然後什麼是一個區塊 好 那你可以從這邊 我這邊就先不用 我就直接 直接弄進來就好 姓名 好 那姓名是屬於什麼 一般的單行的嘛 對不對 那一定要填就勾起來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樣就解決啦 第一區就解決啦 好 那第二個呢 這個畢業年度啦 那畢業年度一般都是下拉式 那我先做Email好了 不 Email也是一般的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直接增加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在這邊 看一下 這裡 你可以用右邊直接複製 有沒有多一個出來 我們往下看 你看 這裡 剛剛這裡不是有姓名嗎 對不對 先是多一個 右手邊就直接複製 比如說這個就是Email 那一樣是這樣子 也是一定要填 完成 這樣就完成兩項的 那我們再看喔 年度的當然就是下拉式的 好 再來有沒有這種選的 一樣的 所以這個選起來 來新增 你就看它是哪一種 像剛剛那一種 是核取方塊 對不對 可以核取的齁 所以我們到這邊 這裡 OK 那你的項目呢 項目1是什麼 全職學生 喔這裡還有 最常遇到還會這種 對不對 某些選項 你要跳到地底底 你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這個沒有齁 等一下喔 它這個應該 沒有沒有 這應該是單選底啦 對不對 這是單選嘛 這不是多選齁 單選才會這樣 單選 好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根據 答案前往相關頁面 所以它選了什麼 就跳到地底底 那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 停完嘛 所以你可以選擇說 要撞到哪裡去 好 不同的序段 所以它可以像這樣子 其實 使用上是還蠻方便的 那一般我們 除了這一種以外 好 假設我就先這樣 必選 好 OK 那這個呢 除了這個以外 一般還會遇到什麼 還有像下面還有其他的喔 多選那個應該沒問題 我們現在還會有 就是這種 願意不願意 有沒有 不願意有什麼原因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一樣喔 這個也是 單選的 新增單選題 好 這樣 願意 不願意 好 有沒有一個新增其他 對不對 那如果你需要 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寫在這邊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你全部都完成了 假設你全部都完成了 OK 你可以來右手邊看一下 它的表單的樣子 這樣下去吧 因為我剛選的 是最簡單的 好 那它本身呢 會產生一個那個 這個網址給你 你就是直接 讓人家點到這邊 然後就可以 填寫了 比如說你可能要做什麼 類似像我們 比如說這種延期 你要做現場報名啊 它只要知道這個網址點進去基本資料就好了 好 那比如說像我現在先做一個 它現在事實上還有增加那個什麼 增加那個時間 日期跟時間 最近有推出來的 就是有時候你想要選哪一天 對不對 哪有T次的 啊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的 它也有 那 好的之後呢 我就把它提交 這樣就送出去了 好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這個 訊息 那麼你送出去之後 有些部分 你如果不希望人家看到統計結果的 我們就是像這樣 感謝它就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我希望即時看到統計結果的 你也可以把那個統計結果秀出來 所以在表單的編輯裡面 我先回到這邊 你看喔 我們剛剛在這裡 我回到前面 OK 編輯這個表單 好 選擇回應的目的地 你看我剛剛裡面有一個回復了 對不對 馬上就出來了 那麼這裡有一個就是 叫做 它可以設定 回應 有一個 在這裡 發佈 不行 等一下我稍微找一下好了 你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 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 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之後呢 你看 回到我們的雲端硬體裡面 有沒有多一個 點進去 這裡 你可以選擇 直接看那個Excel的格式 這裡 這裡 就是 你可以選擇 回覆裡面選擇回覆的目的地這邊 直接 直接新增一個工作表 回覆的內容 你看建立就可以了 那它會有一個新的 有一個新的那個Excel檔案 所以你會 那有填的它就會在那個裡面 在裡面 你也可以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它反正就是都 在Excel格式 所以你要做統計 就比較方便 這個算是 我們在 Google文件裡面 比較特殊的一個應用 比較特殊的應用 那麼 下面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 很抱歉 因為這個 服務 剛好在4月30號 就停止了 那這個東西本來 它是希望幫委員做的 這個要幹嘛 因為有些人就是 離不開 Office 所以它就是可以 在Office裡面 加裝一個 加裝一個那個 程式 一個聚集 那所以你 當你Office的檔案 存檔的時候 它就自動傳一份 備份送到 雲端硬碟 只是Google不晚了 不晚了 所以剛好到 今年4月30號才停止的 所以我來 不及把這個更新 比較抱歉 那我們剛看過那個之後 事實上 這裡還有一個 可以跟什麼 可以跟你的 智慧型手機結合的 因為它最近 有推出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 你的智慧型手機 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 就是拍完之後 就連到 幫你傳送到那個 上面去 這個等一下我會 直接demo給各位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下面這個 因為剛剛老師有 下個時間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萬一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 就是 Google的服務 或者你有用過 其他網路的服務 有不小心 有些時候 不能用的 比如說 沒有不能 不能收啊 有沒有 我Google 雖然說它本身 這個良率算很高 就是可達率算很高 可是 它有告訴你 你在申請 他說 我的可用率 反正99.99 但是還是有0.01的機會 會不能用 我們用那麼多年下來 也有發現有幾次啦 像昨天還是前天 我有發現 Google文件 要打開那個 Excel之後 不能打開 Google文件 打開Excel 但Word什麼都OK 就是Excel 不能開 所以萬一如果 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 我會建議老師 可以利用這個 Google Drive 跟微軟的SkySquire 或你用那個Jobbox 那個都一樣的意思 今天 你如果 正在進行中的 所謂正在進行中 我要強調正在進行中 是因為怎麼樣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 好像是 那個 是一個 全部備份的東西 碰碰丟到上面去 然後再來同步 我告訴你 這樣絕對會很慢 因為畢竟要通過網路嘛 對不對 他要不要先檢查看 有沒有哪些 有變更的 要 所以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不管你用Google的 還是用微軟的 我平常用的是這個 我平常比較常用是這個 微軟的SkySquire的做同步 比如說我今天 我在Nodebook上 其實我平常比較少在 Nodebook上作業 我在我的PC上比較好做 因為螢幕24吋的 幹嘛去就這個15吋的 對不對 螢幕大一點比較舒服嘛 好 你在用的時候 不小心我現在外面上課 那是不是有些檔案 比較同步過來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子 你們看一下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好 我有分公用跟一般私人的 這是微軟的 那你Google上面也是一樣 你公用的就是像我在我的部落格上 是不是有分享一些軟體啊 我都是整理在這裡 所以你剛剛在上面看 我就不用再去下載給你 我直接從這邊就可以call給你了 好這樣會比較快 好那我平常私人在用的 我可能就是放在這裡 比如說我正在進行中的一些專案的東西 進行中的 強調就是進行中 不用全部 那或者是教學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要上課的資料 我就會放在這裡 那麼我在我PC端做好了 它就自動同步到雲端 那我這裡打開之後 它在下面 像這個是Google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這裡 另外一個微軟的是在這裡 反正都一樣了齁 它只是你要你在看那端裝一個程式 好裝一個程式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它一起同步 所以以防萬一 萬一線上服務不能沒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受它的影響 等到通了之後再同步就好了 好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所以您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你會發現在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下載PC端的 有沒有就是這個 你把它安裝起來之後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上面的資料是不是很多 你不見得全部都要同步 因為可能這台電腦不需要那麼多 或者它空間不太夠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齁 你看我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好 這裡有一個叫做偏號設定 你那個下載之後要安裝齁 這個我就沒辦法一定要安裝 好你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在這邊偏號設定 好 你看其實我有同步的只有一部分 有沒有發現 你不用全部啦 預設是全部 只是我通常會選我要的就好了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好速度會比較快 那這是微軟的部分 它會告訴你上面有多少 那這個呢 剛剛那是Google的部分 那這個是微軟的部分 你看一下 好選擇資料夾 有沒有發現 這樣了解吧 所以我也只有選擇一部分而已 不用說我全部都要同步 這樣可以加快我的腳步 因為剛剛有老師說 我有不同 就是我好幾個Gmail的帳號 為了是要增加空間 那你也可以用 用就是不同的服務嘛 比如說我用微軟的 我再搭配Google的 那我這邊25G 加上那邊5G 我就有30G的空間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可以避免就是我剛剛講的 線上服務不行的時候 你還可以做 而且可以比較好的 檔案同步的一個 利用你檔案 有空檔的時間就直接做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忘記 怎麼叫忘記 那個檔案放那裡 那個檔案放那裡 出門的是 這個也可以找 那個就不會找 那你同步的時候 就沒這個困擾 這樣OK 所以在工作上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這樣可以嗎 那我就先準備一下 這個 等一下直接操作給你看 好不好 OK 我把畫面還給你